今天讲的题目是 分享的题目是抗衰老和治愈 因为治愈是我研究的 大概二十几年的一个主要课题 这个课题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医学上没有治愈这两个字 医学上只有免疫 没有治愈 但是我们观察我们身体的皮肤上的伤口 皮肤上的伤口 你皮肤受伤了 你能够做的只有涂上一些防止感染的药 所有的修复都是身体自己做的 那如果表面上的伤口没有药 可以治 你身体内部内脏的问题 有没有药是没有药 所以实际上中医的治病 治愈就是中医的核心概念 但它是隐形的 因为中医的课程里面从来没有讲治愈 但是中医的治病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叫伏症 一个叫去邪 伏症就是养气血 提升身体的能量 去邪是排垃圾 最主要是排经络的垃圾 让经络能够通畅 经络通畅是要提升脏腹的能力 提升气血跟提升脏腹的能力 这两件事情呢 其实就是要提升身体的治愈能力 让身体不断的去修复 修复身体的损伤 那这个这件事情 因为我大概做了二十几年 那我从我大概最近七年 是用仪器来做 真正去每天去面对很多的人 去处理 用仪器来观察治愈 用设备来提升治愈能力 那在整个过程里面 发现很多新的东西 那在这件事情上 很难推广的原因 就是说 这个治愈 其实我们从仪器上观察 身体的治愈的时候 每一个人身体呢 每天都在做不同的治愈 治愈活动 基本上只要气温 大概在摄氏 二十二度以上 大部分的身体 只要不是太差的身体 他都 都在启动治愈 都在做各种各样的治愈 英国有两个修车的节目 那特别是有一个节目 他专门修那种 很破铜烂铁的车 把它修到像新车一样 所以那天呢 我看完车 我哗哗大笑 我想起来了 哦 原来 这个修车啊 就是抗摔老 那我再进一步想了 就汽车跟人是很像的 因为汽车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人体也是使用频率非常高 然后呢 使用连线很长 我们在使用当中呢 它不断地在损耗 不断地在创造问题啊 车子也是一样 人也是一样 然后呢 汽车呢 汽车的抗摔老呢 它就有个定期保养 你跑了五千公里 一万公里 十万公里 五万公里 它做什么样的保养 然后你 如果你是很定期去保养 基本上你用了十年 二十年 那个车子还是很新的啊 可以 然后你真的 真的这个 这个引擎摸得太严重了 就去翻新大修 就完全像新车啊 那当然 这个抗摔老 也有简单的 就是板筋啊 喷漆啊 那板筋喷漆呢 其实就很像人的抗摔老 现在抗摔老 就是做外表啊 所以实际上呢 真正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 在摔老的过程 我们有两个指标啊 一个就是 损伤 这是我最近 大概最近几年里面 研究心脏心脏的疾病 是花了很多时间的啊 那我用心脏病来讲 最容易理解的啊 就是说像这个 有一个病很普遍的 就是二间半 闭锁不全 或者三间半 闭锁不全啊 那这个疾病呢 也就是心脏的那个 半膜啊 盖不住 盖不稳 盖不紧啊 那盖不紧呢 那个血 磅血的时候呢 那个血就磅 磅得不足 啊 磅不出去啊 那这个时候 很容易创造一个病 叫做心肌缺血 心脏的肌肉 那个血就不够 那这个心肌缺血 会让心肌是坏死掉 如果经常这样 他就经常坏死了 那这一件事情呢 对于二间半的病人来讲 二间半的闭锁不全的病人来讲 他等于每一天 他的心脏都在创造损伤 那这种损伤呢 对身体来讲是一种 很伤害性非常大 所以身体最优先 就会去修复这个损伤 啊 那所以 所以 这就是你 二间半闭锁不全的人 你什么事都不做 身体每天有两件事情 不停的在发生 也就是说 心脏 每次磅动的时候 就就就伤掉一点 伤掉一点细胞 然后呢 身体的治愈机制呢 就去修复这个心脏的损失 损伤 也就是说 你身体内部呢 每天都在 做点 做一个很明确的斗争 就是你的修复 治愈系统 跟你的心脏的损伤 每天都在打仗 当你年轻的时候 你的修复能力比较高 所以每天的损伤 身体可以打得赢他 可以把它修复好 但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之后 你的气血 能量逐渐下降 下降之后 你的修复能力 逐渐比不上 你的这个损伤的能力 那这个时候呢 就身体心脏就开始 它的那个 那个细胞的损伤 就开始恶化 恶化到一定程度呢 这心脏的那个细胞坏掉 坏掉之后 它就发出 错误的电信 这个时候就会造成 你的心脏 有一个病叫做 心事性的 心动过速 就是心脏乱跳 那通常是整夜不能睡 两三天都没办法睡 很痛 那你到这个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到 这个医院里面去 医院用一个 用一个治疗方法 就是用一个电极 从这个脚上的动脉 开个洞 把它 把电极伸到 那个心脏那边去 把那个 坏死的细胞 把它烧掉 烧坏 烧坏让它不要发信号 但是呢 这烧坏的 被烧坏的细胞呢 我们就像我们皮肤烧伤了 烧伤了过一段时间呢 它就会康复 它康复之后呢 它又开始发信号 你的心脏病又复发了 然后再去烧一次 有的是一个点 有的是两个点 有的是几百个点都有 那这个病有一个 非常荒谬的结果 就是说 你的 你如果调养的越好 复发的越快 因为调养的越好 你那个烧伤的地方 就康复的越快 越快 那你心脏病又复发了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也就是说 我们身体 心脏是这样 还有其他很多器官也是这样 它 你不停地在损伤 然后身体不停地修复 那你 如果你平常睡眠时间很晚 然后你的养生做得不好 你很快 你的修复的速度就 抵不上你的损伤的速度 你就开始生病了 开始衰老 所以衰老 抗衰老其实就是在 在提升你的治愈速度 来压过你的损伤的速度 减换 减换你的损伤的速度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真正的抗衰老 它跟修车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这就很具体 就不像 现在讲的抗衰老都很 很模糊 而且现在抗衰老大家都集中在哪里 脸部 就外表的 外表的抗衰老其实就像一部汽车 它已经很老了 你车里面的这个引擎都不修 你就光起喷喷漆 板筋把它弄漂亮 那没有用车开到马路上就坏了 所以现在的抗衰老其实是这样的 那真正的抗衰老呢 就是想办法要提升你的治愈速度 那就是你要生活 生活 生活习惯 生活作息要弄得很好 要有一些能量从外面进来 这个是我对研究治愈之后发展出来的一个图 这个图是在我们在讲治愈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图就是说我们身体内部是有一个治愈机制的 所以你有任何的损伤 这慢性病其实是各种各样的损伤 那都是身体在治愈的 那身体要治愈其实要运行呢 它一定要有足够的能量 然后身体在修复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垃圾 也会创造让你不舒服的现象 心脏在修复的时候心脏会痛 在修胃的溃疡的时候胃会痛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观察 用仪器观察身体的治愈活动的时候才发现的 所有的不是不能说所有 大多数的胃痛都是身体在修复 你因为生气造成的胃溃疡 那这个是所以身体的各种各样的症状 其实是治愈机制创造出来的 那现在呢医学上把疾病 医学上看不到这个治愈机制 所以他把所有的垃圾的现象 或者不舒服的现象 全部个别定义成疾病 比方说我打喷嚏 是身体在排寒 排寒它是从鼻子出来了 西医就把这个病定义成为鼻炎 好像是跟寒气没关系 实际上是寒气在慢性病这个东西 患成寒气 然后身体用治愈机制去排寒的时候 它就排出垃圾出来 打喷嚏就喷出来了 所以打喷嚏是身体治愈的一个现象 它不是病 那在这个整个结构里面呢 最重要是能量 所以我发展的设备呢 就是用气功的能量 其实我发展一个很特别的设备 是用现代的科技技术 去创造出古代的 那个气功式的气场能量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树状 可以把那个气功的 气场的树状的这种发射 从这个身体的这个穴位 直接隔空把它射进去 那个能量呢 跟我们身体本身具备的气场能量 是同质性的 所以它能够直接 来提升身体的治愈机制 让身体开始修复一些 它本来修复不了的东西 那我们用这些东西 然后同时用这种干预的技术呢 来观察身体的治愈 也就是说 因为中医追上人家这个 诟病的是它没有这个仪器 不能观察什么东西 那实际上中医是有仪器 但是这些仪器都没有经过 临床的验证 它没有太 没有办法解读 这是就比较 比较头痛的东西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年去做 去把这个解读技术做出来 就是说我们先量测一个人的状态 然后看他的这个经络状态 然后呢 中间用一个小时的气场能量的这个条例 固定的 固定的穴位 然后在一个小时之后再量一次 这样来看 从身体的变动当中去理解 每一个检测数字 它的意义是什么东西 我们花了几年之后 发现它可以检测出身体的治愈活动 那我们对治愈活动开始理解之后 慢慢可以找出治愈它的各种规律 身体有一定的这个操作的 操作的原则 它的规则是什么 我们大概花了很多年去把它理清楚了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 对于各种身体内部的治愈活动清楚之后 你的养生才会正确 而且我能够观测到你的身体 今天在修复哪一个器官 我就知道哪个器官有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可以知道说 这个病跟你呢 你的你是什么行为创造出来的 比方说量测到你的身体正在排寒气 那表示你身上有寒气 那个排寒气是肺的治愈 表示你身上有寒气 那你的寒气哪里来的呢 通常就是你 冬天穿得不够照常的 所以当你观测到身体的治愈活动 你就找到病的器官在哪里 第二你也知道他的行为在哪里 那你要去病的方法 就是改变那些会创造疾病的行为 这很科学的去做养生的工作 这是我们大概在过去这几年做出来的东西 这我们前面讲过了 我最后有三个问题 这是为什么医学不谈治愈 因为医学整个医学体系的发展是药厂主导 当治愈发展的越好 药厂是没有利益的 而且会伤害他的利益 所以医学界不谈治愈 不谈治愈并不是治愈不存在 只是病治不好 其实这是所有慢性病治不好的原因 慢性病治不好 可是医院算你治不好病 他不妨碍他 不但不妨碍他赚钱 还会让他赚更多的钱 所以慢性病医学 他只是一门生意 所以他不会谈治愈的 因为谈治愈是玩真的 不谈治愈是玩假的 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慢性病 都缺乏痊愈技术 就像皮肤的皮肤的伤口一样 没有药可以修复皮肤的伤口 同样其实是没有药可以治病的 真正治病要改变你的行为的 但是呢 他的商业模型是那个样子 就没办法 为什么没有能真正治病的药 因为我们的药厂 他是大量生产的 那所以他他什么样的药 他愿意投资呢 就是这个药你每天都吃 比方说高血压的人 他每天要吃 吃到死为止 越吃越多 这个药他愿意投资去开发 但是一个每天都在吃药的表示说 那个药吃进去对你身体并没有改变 那是假的 所以没有改 真正有治病作用的药 你吃下去三天之后你身体改变了 改变要换药 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是没有办法天天吃相同的药 所以天天吃相同的药并不是治病的需要 是药厂的商业模型上需要的东西 所以整个整个这个 所以大家在从这些观点你再仔细去思考 你会觉得非常可怕 所以整个慢性病没有真正慢性病治疗医学 就是他常常西方人说中医是伪科学 但是慢性病医学 从我的观点它不是科学 它只是一门生意 我想我今天分享到这个地方